历代至下 第九章 他所问的都答上了 没有一句不明白 不能答的 士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 席上的真羞美味 群臣分裂而坐 仆人两旁视力 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 酒证和酒证的衣服装饰 又见他上依和华殿的台阶 就诧异的神不守舍 对王说 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 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 即至我来亲眼见了 才知道你的大智慧 人所告诉我的 还不到一半 你的实际 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 你的群臣 你的仆人 常势力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 是有福的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做他的国位 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 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 要永远坚立他们 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使你秉公行义 于是世巴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德金子和宝石 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 他送给王的香料 以后再没有这样的 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 从俄斐运了金子来 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台 又为歌唱的人做琴色 尤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所罗门王按世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礼物 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所求的都送给他 于是女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德 另外还有商人所尽的金子 并且亚拉伯诸王与蜀国的省长 都带金银给所罗门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二百面 每面用金子六百摄克勒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 每面用金子三百摄克勒 都放在利巴嫩林宫里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 用金金包裹 宝座有六层台阶 又有金角凳与宝座相连 宝座两旁有扶手 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 每层有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所罗门王一切的隐气都是金的 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 所罗门年间 银子算不了什么 因为王的传之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失去 他失传之三年一次装载金 银 象牙 猿猴 孔雀回来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 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他们各代贡物 就是金器 银器 衣服 军械 香料 罗马 每年有一定之力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千鹏 有马兵一万二千 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所罗门同管诸王从大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 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 所罗门其余的是 自始至终 不都写在先知拿丹的书上和士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 并先见一多论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末世书上吗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赴大卫城里 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 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